吃肉 美味生蠔 还有专人桌边服务的新鲜龙虾 高雄连锁烧肉店 海鲜烧肉吃到饱 成人价格1000元上下 却有前员工爆料 公司私设中央厨房 酱汁额外添加防腐剂 向卫生单位申诉 这间烧肉连锁店被控诉酱料 自行添加防腐剂 不过业者反过来控诉 这个离职员工是恶意爆料 我们是按照容许的计量来添加 这个在外面食品的制造都非常非常的正常 业者信誓旦旦强调 完全符合规定 是离职员工报复性投诉 卫生局机场人员实际到店内厨房 针对肉制品充样检验 验出有含防腐剂 但都低于法规 每公斤两公克以下的浓度 至于所谓的中央厨房提供的半成品 都是给直营的分店 标示规定只要是同集团的 半成品的分配以及运送的话 只要标示产品名称 有效日期制造日期 这已经合乎现行的法规了 爆料当事人因为他不懂的法律 他以为这样子送给其他分店是不行的 他乱爆料 业者越讲越愤慨 反咬前员工侵占公司财务 双方告上法院 对方才辖院报复 尽管如此 虽然卫生安全没有严重疏失 还是有待改进的地方 针对食品添加物 卫衣专人专区专策管理 部分食材未覆盖等缺失 则令业者限期改善 日前嘉义分店才被揪出150包的麻吉 过期半年到一年 财罚6万元 不管这次是不是员工报复性投诉 烧肉店的卫生安全 都得再一次重新检视 TVBS新闻里再生 聪奔文高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sta转发 订阅